9月11号星期一的新闻量较少 让我们一起通过多高四倍经济日历 来了解更多将要发布的新闻吧 7月日本第三产业指数将会首先在凌晨4点30分发布 6月份该指数没有任何变化 在5月份下滑0.1%后 8月日本机床订单出值将会在早晨6点钟发布 7月机床订单总额为1336.6亿日元 与6月份相比这一数字下降了6.5个百分点 但与一年前相比这一数字上升了28% 7月意大利工业生产将会在上午8点钟发布 6月份产量强劲 在5月份的基础上上涨了1.1% 市场的预期则为略有上涨 8月加拿大房屋开工将会在格林宁治标准时间中午12点15分发布 7月份房屋市场继续强劲增长 年度住房新开工数量达到了22.2万套 8月澳大利亚商业调查将会在凌晨1点30分发布 第三季度前期企业信心强劲 该指数上涨4个点 我是希罗斯塔斯金纳 以上就是本期的经济日历 下期节目将会为您带来星期二的相关概述 下期节目